E-Baby空中天子圆 游戏开始时 爸爸妈妈先将触觉箱放在宝宝面前 将娃娃放入触觉箱 并告诉宝宝 小动物躲起来咯 躲到箱子里不见了 接下来 爸爸妈妈让宝宝摸摸粗棉线与细棉线的触感 请宝宝也将棉线放入触觉箱里 同时引导宝宝摸摸触觉箱里面有什么 接下来 让宝宝的手伸进触觉箱 找找小动物躲在哪里 找到后拿出娃娃就完成游戏咯 过程中 关卡宝宝是否愿意将手伸进触觉箱里 如果宝宝不愿意的话 爸爸妈妈可以先改用纸箱 将纸箱剪裁成有大小的洞口 让宝宝看得到内部 熟悉之后 再练习利用触觉箱寻找 透过活动 可以给予宝宝触觉刺激 协助稳定情绪 同时培养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 改善宝宝的拗脾气 并在解决问题时 思考可以更快速哦